來直擊這老婦人開上國道 結果上演驚悚逆向 這裡是國道三號屏東的九如路段 當時這名七十二歲女駕駛 疑似因為不熟路況 逆向誤闖了國道 擦身而過好幾多部車輛 快把其他駕駛人給嚇壞 逼得國道警察是趕快緊急出動鳴笛式鼎 及時把老婦人攔下 駕駛人行駛在國道三號屏東九如路段 前方有車燈閃個不停 正當感到奇怪的時候 竟然有車逆向從內側直衝而來 逆向車急駛而過 國道警察接獲消息 立刻前往藍茶 也一路鳴笛視警 其他車輛閃避 逆向車一度撞擊護欄 車身受損 即時被藍茶沒有釀成其他意外 七十二歲女駕駛因為不熟悉路況 逆向開進國道三號也飽受驚嚇 自小客車四腳朝天翻覆在嘉義縣蒲子市的道路上 疑似因為擦撞事故 駕駛瞬間被拋出車外 跌落地面重傷緊急送醫不治 而在屏東新原鄉也發生一起交通意外 左轉小貨車和直行箱行車在路口發生擦撞 貨車九十度緊急回轉 結果一頭掉進排水溝裡 箱行車剛好就在水溝旁緊急停住 驚險的車禍也造成兩人受傷 記者林安平張俊榮綜合報導 有名字《貽車刃》